文藻的学生大概前后有四个 他们就在这里创作 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等于是很小的一个彩绘 慢慢的人群就聚集了 然后媒体也聚焦了 海星中学跟当地的居民在一块 就变成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彩绘群 卷村里迷路是比较跟卷村有关系 譬如说他们的把老哥写在墙上 那么他们还做了一个卷村里迷路的 那个油叫Stamp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原汁原味的 卷村如果能被更多年轻一代的知道 那大家也就会理所当然的 去想要知道更多卷村以前的故事 到底是怎么发展 反共复国想其实那里的区块的话 就是一个退伍军人 所以它里面的创作都是跟军用名词有关 军人的味道比较重 卷村是一个没有延续系文化的一个部落 那么他们来这里创作一个叫做最后的彩妆 让我们卷村最后热闹一场 我觉得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的一个人 就能帮助我们的一个人 那边就能帮助我们的一个人